欢迎收看订阅我的频道 国外陶艺作品之后 新年一时 景德镇陶瓷馆又迎来了08年的另一个喜讯 四幅创作于60年代的调平瓷板画 由景德镇市政府捐赠 入藏景德镇陶瓷馆 那么这四幅调平瓷板画描绘的是什么特殊的内容呢 又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近日景德镇陶瓷馆呈现出节日的喜庆气氛 由景德镇市政府办公室捐赠的 粉彩瓷都新贸四条瓶艺术作品 由市政府移交到陶瓷馆 是相关领导与陶瓷馆馆长 粉彩四条瓶作者 以及部分作者后代代表等 出席了捐赠仪式 瓷都新贸粉彩陶瓷四条瓶 包括东郊新贸 连堂清晓 昌江瓷亭 珠山亭秀四部分 该作品由艺术瓷场美颜所陶瓷艺术家 碧渊明 陈耀星 徐焕文 诗金干 汪绍平 邹国军 邓碧浩等八位联合创作于1961年 他们经过近半年的深入城乡 写生作画 收集素材 三亿画稿 终于成功地创作出 瓷都新贸这一套粉彩瓷版画 该套作品精细地描绘了景德镇风景名胜 和乡村城市的生产建设 人民生活和文化习俗 整套作品完全写实 并且兼工大写 既有工笔又带有小写意 脱离了降气的画风 成续了珠山八游写意的笔调 而作品画面中表现的 昌江风帆 水陆韵瓷 烟囱灵力 瓷场摇炉等景观 在今天却已经很难见到了 在捐赠仪式后 各位嘉宾进入陶瓷馆 参观了这四块调平瓷版画 年纪稍长一些的都触景生情 感觉过去的往事历历在目 而年轻的一辈则对半个世纪前的词 都有了新的认识 作为景德镇陶瓷馆的副馆长 宁秦中认为 词都新貌似调平 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宝 它的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 远远超过了它的经济价值 这个对景德镇来说 对景德镇的艺术家来说 对景德镇的后代来说 都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因为从陶瓷艺术的角度来讲 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许许多多陶瓷作品 能够用现实主义的笔墨 用坟采这个工艺技法 去表现一个城市的风貌 这个在我们的馆长里面 都是不多见的 应该说 它如果说 从今后的角度来讲 这幅作品可以讲 是代表景德镇 一个最高水平的一个 现实主义风景化 而且是坟采的 所以我所看到的许许多作品 我觉得这一件作品 是迷足珍贵的 这道作品 就是我们已经成立在这里 其目的呢 就是让来景德镇陶瓷馆 参观的国内外嘉宾 能够亲眼目睹 凝聚地接触到 这个上世纪 六十年代 景德镇陶瓷艺术家 这个说 创作有精美的作品 因为这个 像这一类作品 可能在全国 来自全世界 都是 不可多得的 艺术 这个 珍宝 慈都新贸 粉彩调平 制作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 半个世纪过去了 八位作者中的七位老师 都已经相继此事 让我们欣喜的是 唯一建在的徐焕文老师 作为创作者和历史的见证人 亲自来到了捐赠仪式的现场 画面中的老人 叫徐焕文 他曾是艺术瓷场的技术骨干 他是 词都新贸 粉彩调平 八位作者中 唯一健在的 对于此次受邀 参加捐赠仪式 他感到非常的意外 又非常的感慨 我非常感慨 就是我听到一个林管长 打个电话告诉我 叫我来参加一个会 他就示威 称重的是一个调平 给他 给陶制官 好像现在当事人 就是你一个 想请你过来参加这个会 所以我听到我很高兴 我心里很疲惑 我现在都半个世纪了 四十七八年了 我当时搞唱作者 还不到三十七 我最年轻 现在我都七十七了 所以我就想 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怎么样 我就想了 我是怎么搞这个创作 开始我都回不起来 后来我才想到 我就想到了张宋达 想到了张达 几组活的 想到我们开会 一个情况 想到毕老师 那股热情 做事 做了一生 又给我们做者看 这一回行 做了一生 所以就在 根据徐老师的回忆 当时因为历史原因 市里面的部分 此业密集的厂子 都要面临 转为大集体 而艺术瓷场场长 为了避免走回头路 便想了个法子 发展厂里的技术职工 在群英堂 举办一个展览会 以此来证明 厂里的实力 而展览会的影响 自然是 非常的好 市委和市政府和文化部门 都看了以后的影响很好 所以市里面对我们厂子 也感觉到这么好的 一个有技术能力的厂子 在井内政材降息 都是有代表性的 所以就感觉到 这事就 要卷掉就可惜了 好好讲吧 后来就想了个办法 就踩了一部分 所以这个尺度霸景呢 就是其中呢 我们艺术市场 当时搞粉载三绪 这方面的技术理念 一方面是明年实地 再来还有一车间的 就是二车间的 就是大概一共十八个东西 里面其中包括老中青 年纪最长的就是 发生这个年当青校 这个周固君老师 他是我师父 在其他的呢 就是你想 我师兄了 真要心了 真必好了 我们都市聚三八与 汪叶亭 第二代第三代 上年设的就是我老师 我老师叫汪绍平 是汪叶亭的儿子 第二个儿子 虽然展览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但是其中的艰辛 也只有作者才知道 此读新贸的作者们 在半年的时间里 走遍了景德镇的这些风景区 数以齐稿 在没有蓝本的情况下 完全实景为主 对于当时不发达的交通来说 这实在是严峻的考验 都是用着走 也没有高中工具 也没有 我们持掌条件也很差 所以这些老年人 叫周国军老师 这些都是 当时的时候还迁进门了 一直到下半年 大概是这样 经过几个月 就是搞这些 反复修改了 划那以后 当时来讲 我们反映现实 现实生活的 这个技术各个 这个手段呢 还是比较差的 因为持掌不必 到年所这些地方 持掌表示身在为取 就是这样的 所以 但是大家很认真 一边又一边 搞了以后 就是搞了素材以后 又把这发成纸的沟通 发成纸的 因为领导啊 技术或者大校 同志互相磋商 行不行 差不多了 这些呢 发了以后呢 又请毕老师做事 毕老师看到这个 发面以后呢 他就做事 做了事就电梯 让我们发了 或者是 龙俊哥 我们是龙俊哥 他就 他就为一些 聚算 挺修 所有的 技术体的 你要唱钢之定 你表现是 唱钢水路 晕死 当时 这个桥还没建起来 还是打了桥 在采访当中 徐晃文老师告诉我们说 当时创作的这套瓷板画呢 共有八幅 古城新帽 高歌临江 云岩探宝等四幅 在文革期间呢 就流失了 这套作品描绘了 瓷都井的镇的名胜古迹 以及解放初期的历史面貌 这对于研究井的镇的历史人文 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此呢 我们要感谢八位作者 为我们留下的这套艺术佳作 我们也祝福徐晃文老师 晚年幸福 一生平安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的陶瓷纵横 下期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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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